女人为什么会出轨? 客观点来说,原因大多在男人身上 女人重情,男人重性 我们来听听那些出轨的女人怎么说 第一,太寂寞 有的男人缺乏家庭责任感,不关心妻子 或者因为男人追求事业,终日忙碌 在外应酬,贪恋久舍 不能满足妻子正常的生理需要 女人寂寞久了,就会产生怨恨心理 从而极有可能红杏出墙 第二,报复心理 有的男人经常出轨 有情人不关心女人 男人背叛会使女人心生怨恨 心里变得不理智,常常做出傻事 用身体的出轨来报复另一半 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和其他男人春宵一夜 仅仅是寻求心理的平衡 或者是通过身体的宣泄 来麻痹自己被男人伤害的内心 这种类型的出轨 最后后悔的还是女人自己 第三种,家庭暴力 自己的男人出炉不堪 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 就对自己大打出手 在生活中对女人极不尊重 女人天生都是需要被爱的 被宠的 女人长期身体心理缺爱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婚外有个男人对女人关爱有加 就极有可能导致女人出轨 第四种,凭借夫妻百事哀 还记得前段时间一部电视剧《窝居》很火 这部电视剧完全诠释了凭借夫妻百事哀而导致的女方出轨 社会很现实,没钱,有爱情是没有用的 爱情不能当饭吃 民间有语,笑评不笑仓 看到周围的女性朋友都穿金带银 如果女人自身的虚荣心也比较强 这个时候,一个有钱的欢欣男人一勾引女人就走向了出轨的道路